多年以后 如果知道了当年的那个白月光 也曾喜欢自己 你是不是也会像车柱鹤一样 再次被女神迷的神魂颠倒 甚至无心工作 她的思绪早已随之飘到了12年前的大学时代 那时的她努力学习的同时也在兼职赚取生活费 这天她推着水路过训练室的时候 突然被里面传出的琴声吸引了 于是透过窗户向里面望去正是女神 看到她的一瞬间 就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 就在她无法自拔的时候 后面来了两个同学神助攻 直接将她撞倒在地 就这样有了第一次尴尬的见面 但是男人用非常幽默的方式 化解了这次尴尬 接着推着箱子离开了 这样女神也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 女神是韩国名门望族的独生女 长相甜美 才华过人 身边从不缺追求者 因为她的到来 音乐俱乐部从来都是作物缺席 但是相比起名牌礼物 女神更喜欢那个 为了她连夜排队拿到偶像签名照的祝贺 为此 女神特意在她上课的路上等她 但男人由于上课 马上迟到并没有领会女神的意思 女神就主动出击叫住了她 跟她讲晚上有大提琴的读作会 要她要不要一起去 听到这的男人当然满口答应 看着女神离开的背影 开心的快飞起来了 为此也差点被车撞到 为了这次的约会 男人可谓是精心的打扮了一番 穿上了久违的西装 还喷上了香水 可不曾想会在附会的途中 遇到现在的老婆有珍 有珍这时还是个可爱奔放的高中生 穿着超短裙被公交车上的闲珠手盯上了 这个为索男站在有珍的身后左顾右盼 眼见没人注意时 将手偷偷伸进有珍的群里 但很快被有珍发现了 以她的性格自然不可能忍气吞声 当场揭穿她的丑形 为索男应该是个老手 见状他立马狡辩 让有珍找出目击者 看到无人啃出来作证 为索男更是得寸进尺 甚至恶语相向 这时牧师为索男全部作案过程的男人站了出来 才将他送进了警察局 也正是因为这次英雄救美 使得有珍也对祝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但也因为祝贺的这次正义之举 让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约会 就这样泡汤了 第二天他试图向女神道歉 希望能求得他的原谅 但一向高高在上从不缺追求者的女神 怎么可能原谅他 根本不给他解释机会 告诉男人他的字典里没有爽约二字 女神这边没戏了 但是有珍却一直对男人死缠烂打 提出了要高出市场一倍的价钱 聘请他做自己的家教 在朝夕相处中 男人也渐渐对这个可爱奔放的女孩产生了好感 直到参加完有珍父亲的葬礼 被有珍挽留那刻 不知是不是同情有珍 男人答应了他的表白 以上就是祝贺大学时期的过往经历 想到这些 再看看现在的生活 他心里应该是百般的后悔 后悔当初的英雄救美 后悔错过女神 可能是上天听到了他的心声 就给了他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二天上班的地铁钟 一个流浪汉突然晕倒了 周围人都选择对他视而不见 只有祝贺上前将他扶起 正当他想要离开时 流浪汉却突然拉住他的手 看了看他 塞给了他两个2006年的500元硬币 当时男人觉得挺好奇 但也没多想 就揣在了兜里 男人很快忙完了手头的工作 无所事事的他居然睡着了 领导这时接到了韩代理母亲去世的消息 正寻找人去替他参加葬礼时 男人迷迷糊糊醒来 一个懒腰却被误认为他同意前去了 于是晚上他就开着借来的车 去了韩代理母亲的追悼会 在回家的途中 他意外发现路边凭空出现一个广告牌 上面写着 你的人生也可以变化 重新开始吧 可能由于天色已晚 男人并没有注意到 广告牌上那个人就是早上遇到的那个流浪汉 更诡异的是 这条路居然凭空出现了一个收费战 收费刚好五百元整 男人也没多想就投了币 但是还是不放行 于是想到了流浪汉曾给他的两枚硬币 就投了一个进去 神奇的是这次居然放行了 随后车子开始不受控制 速度一度飙升 在男人的惊叫声中急速前行 转眼间 他和车子消失在了这个时空中 而等男人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大学时期的出租房里 再一看居然是2006年6月6日 这正是他要和女神约会的日子 还带着怀疑态度的他就这样出门了 结果发生的事情跟当年一样 同样是一出门被大婶破了一裤子水 同样是走到高屏差点被半岛 正当他已经相信了 自己穿越了的时候 就看到了女神 这也是跟当年的情景一模一样 就连说的话都一字不差 男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跟2006年不同的是 他现在知道了女神是喜欢自己的 可就在这时 还是那辆摩托车再次向男人驶来 结果男人一睁眼又看到的 居然还是自己的老婆 难道这真的是一场梦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